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 为什么温柔的能,以及饥渴沐浴的能,有福了 你好,我是Tim,是介绍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的成员 今天我们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二节 但是我们只是集中的关注第五到六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把全部都念一下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饥渴慕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门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死能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异兽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弩骂你们,逼迫你们,列招各种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能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那么从本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 我们都学习到了耶稣的讲道 他以九种有福的方式开始他的讲道 这意味着九种方式可以让你有福 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并不是在这里讨论九个不同的能 而是同一个能,就是跟随他的能 那么首先他讲到了虚心的能和爱兔的能有福了 那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第三个有福的人 即温柔的能,因为他们将承受地图 那些温柔的人是对他能温柔的人 他们静静地服从上帝 而且能够冷受被热带,而不去报复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柔与谦卑相似 尽管他可能需要更加的谦逊 温柔的回报是什么呢 他们将承受地图 这里的讲上,所谓的承受地图可能得 导致人们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 比如像上帝在耶稣再次来到时 这里将正义之能安放在这一片土地上 这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当耶稣再次来到这里时,地球将会被毁灭 它有时也导致人们相信上帝会使基督主富足 但这与第六章的讲道是矛盾的 但是如果它不代表那些东西,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更好的去理解 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实际上在这里提到的内容 那么在诗篇第37章9节和11节中 我们可以找到比较好的答案 现在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两个 诗篇第37章的第9节说到 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图 第11节 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图 他的意思是说温柔的人会享受到上帝 保佑他们的东西 他们不会关心获得更多的事物 而是满足于他们所愿有的一切 并认识到上帝是赐福他们的能 而第四个的有福是说 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足 有一些人只是属于的信徒 不是很关心正义 因为他们只想做尽可能少的事 但仍然可以去天堂 这并不是耶稣想要的态度 祂要的是一个必须是正义的人 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当中是这么写到的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伤嫉妒和一些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些纯净的灵奶 像采生的鹰海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那么耶稣的追随者应该要饥渴正义 他们甚至不应该接受 尽管只是一点点的邪恶 但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转向上帝的话语 并确认他所说的内容 如果我们这么做 上帝说他会填补我们 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 第十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 也说过同样的话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 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 第十三节说到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和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这远到远生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 所有与生命和尽情有关的东西 但我们必须真正要去渴望他 去凭着信心 我们将会得救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将继续学习 这个接下来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